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8年万众瞩目的福州奥运圣火接力现场 一位叫做林腾娇的民营企业家 授持奥运火炬奔跑在第四棒的大道上 2017年这位奔跑者的火炬手 带领他的阳光龙境集团 冲进了财富世界500强的行列 虽然已经到达了如此成就 但林腾娇并没有放松懈怠 始终严于律迹 我们一个大使说 能够控制早晨的人 方能控制未来 那么你连早晨都且不来 你还想做个伟大的事业 谁相信啊 我觉得一个组织做大了 特别是一个有信仰有追求的人 他应该让自己的员工 让自己身边的人 对自己可信任 可托付 可欲惜 那很重要的就是 你是靠谱的 林腾娇是爱国乔领陈家庚为偶像 很早就中心于教育事业 在阳光假议酒店开张的同时 阳光国际学校和阳光学院 相继在福州马尾区的卧龙山 过土动工了 马尾传政学堂 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的高等学堂 同时培养了很多像阎福 像萨真兵 像邓世昌 以及张天佑 近代非常优秀的这些人才 都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 所以我们希望啊 我们选举在马尾那地方 选择在卧龙山的石头山那边 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 能够像这些先辈一样的 有人格有智慧 目前阳光控股在全国 有上百家分公司 甚至有不少分公司 林滕娇都没有亲自去过 但是阳光学院 它每年都要回来好几次 教育产业并不是阳光控股 最挣钱的产业 但却是让林滕娇 最牵挂的产业 阳光现在又教 有200多所 K1240级所 还有大学本科 K12也是我们现在国家 就是民营的这块教育 是国家教育体系 很重要的一个补充 也是我们针对不同群体 市场的一个需要 想要知道更多关于 林滕娇先生的精彩内容 先请锁定今晚8点25分 东南卫视独家播出的 干为天下先 改革开放40周年 福建杰出企业家专题展播 到了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 大家都会对自己 过去一年的工作学习 来一个总结 列出下2018年的一个成绩单 我说到一个成绩单 的话紫薇同学 你的成绩单 2008年表现如何呢 我觉得吧 我牛哥应该给自己 打个80分 一个中上的成绩 中等偏上 那差在哪呢 我觉得说 扣了这20分 就觉得新的一年 我还要更加的努力工作 来提高和充实 自己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可以得90分了 就是除了我们要 不断努力之外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在新的一年 好好地加油 是的 那说完我们来看一下 怀疑乐团的歌手们 他们又给自己的成绩单 打出一个怎样的分数 每到岁末年初 演艺圈中每位艺人 都会删除自己 上一年的成绩单 同时 展望明年的工作目标 特别是 2018年的华语乐团 不管是新人 还是老将 都在为各自音乐梦想 努力打拼 而就在近日 杨坤 陶哲 张绍涵 毛不易 王菊等歌手 及其先生甚至 出席了某品牌活动 了解去年 带给歌迷的惊喜 以及明年的期待 歌坛新人 毛不易和王菊 都有话要说 去年最惊喜的事情 当然就是 顺利参加101 并且获得了 很多人的喜爱 也让我改变了 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自己希望是 明年还是有 像今年一样发专辑 然后做演唱会 毛不易和王菊的出现 都为2018年 华语乐团 增添了一抹亮色 而作为乐团的前辈 张绍涵在 2018年的成绩单 也是特别耀眼 2018年 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包括上了歌手的节目 然后再来就是 我的巡回演唱会 到2018年的最后一天 也走了二十几场的 所以其实每一天 虽然很忙 但是却是特别的开心 因为可以参与其中 做自己觉得是 有挑战性的东西 2019的愿望吧 就踏踏实实的 然后做自己觉得 对的事情 要做就去做 就别再梦了 比起张绍涵这整年 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陶折的2018年 就显得暗淡许多 不过在2019年 他可是马上要三喜临门了呢 春节之后就要诞生 对 今年可以说是这个 有好几个宝宝要诞生 一个当然就是真的 那个小宝宝 这个儿子 然后二的就是这个新专辑 今年也终于要诞生 然后今年应该也会有 这个世界巡回的这个案板 对 所以这个三宝 对在这个金竹年 都会展示 所以我也非常地兴奋 上周嫦娥四号探测器 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最振奋人气的消息 让所有国人为之兴奋骄傲 在昨天由某品牌 举办的庆功会上 中国探月工程的科学家们 以及受邀参加的李一峰 杨颖等嘉宾盛装出席 了解人类航天史上 首次实现探测器在 月球背面软着陆 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 李一峰 现场忍不住 向道场的科学家们 鞠躬感谢 今天看到我们第一次 人类第一次 是由我们自己 从中国来到月球的那边 我觉得非常非常地骄傲 作为一个中国人 然后也真的是 谢谢所有的科学家 从小痴迷太空的李一峰 对人类成功登陆月球背面 这一举动极为关注 趁着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李一峰也向中国探月工程 首任首席科学家 欧阳自远 院士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欧阳自远 你好 我就想问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就是以前是不是有别的文明的生物 去过这个月球 那如果以后发现 除了我们以外的生命存在的话 那一般真的会告诉我的话 谢谢你 科学家对待事物的态度 首先要具有这种十四求是的科学精神 假如真的发现 一定会讲清楚 一定会呈现在公众的面前 我很明确地说 到今天为止 月球背面 我们已经有很多照片了 绝对没有任何外星人的活动 我还要说 在月球上 没有任何生命活动的信息 连细菌都没法生 太恶劣了 能现场获得科学家耐心的解答 作为太空迷的李一峰 自然是倍感荣幸 就连身旁的杨颖也坦言 这趟有意义的活动 让自己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感觉探索了很多 关于月亮的秘密 然后也了解到了很多 科学家们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 学习很多 总结一句话就是 长姿势了 去年年底 韦凡发行了自己的首张 个人音乐专辑 作为一名唱作人 他自己也是包办了 专辑中不少曲目的创作 昨天韦凡 戏是盛政为某品牌活动站台宣传 谈及新专辑 创作中遇到的焦虑时刻 韦凡也是和大伙分享了 改善心情的小妙招了 我是吃过 吃过 怎么可能不吃东西呢 对吧 所以创作的时候 其实我是 必须要有些零食的 其实是 因为其实有时候 创作的时候会比较累 比较 比较滑的时候 其实吃点零食 是有点低的能量 包括有点快乐 但其实人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就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吧 对 没有什么比新东西还干 对对对对 虽然东西吃点甜食之类的 然后就特别的 特别的让我觉得说 再次有活力去写歌 吴亦凡的首唱专辑已经推出 随即引起广泛关注 在新的一年里 他也将继续把工作的重心 放在音乐上边 现场的吴亦凡就透露 自己2019年的巡演 已经在筹备当中 2019年就是在准备巡演 对 主要会有巡演 然后可能还会继续做好的音乐 对 像他们这个 要讲究嘛 对 可能会没有那么大的 没有那么量 但是会陆续地 还是会继续 出音乐 做给大家见面 昨天 降龙大师系列电影在横店 开放了媒体探班 导演戴希帆 以及韩栋 金沙等一众主演 接受身着戏服亮相 据悉呢 此番 韩栋将在片中 扮演降龙大师李修元 而金沙则饰演一位 高冷的龙族女王 说起来 在观众眼里 金沙一直是文静的弱女子形象 这次突然走起冷酷路线 金沙也坦言 对于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了 这次演的 跟我以往演的角色都不一样 其实一般导演制作方呢 都会找我演 比较柔柔弱弱的女子 甜甜美美的 那这次是第一次演一个 像冰雪女王一样 非常酷 没有笑容 也很冷 眼中充满着杀气 和对人类的防备 那这个角色 本身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我的擅长的是笑容 那我要收起 我所有的平时生活当中的表情 去演一个 跟我完全不相关的人物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金沙也是非常的努力 这不能因为演戏太投入了 她甚至不小心 被蜡烛烧掉了头发呢 头发是真的吗 垫了一堆假发 而且因为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兆 因为开机第一天 是因为我的那个头发 后面都是蜡烛 我们比较投入在角落 对戏的时候 然后就闻到了一股 焦味 然后身边工作人员 非常快速把我扑面了 但是也会预兆了这部戏 这部戏应该会蛮受大家欢迎的 算能活对吧 对 画兄随着天气是越来越冷 这也成了影响剧组拍摄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虽然演员们都穿上了棉服 贴上了暖宝宝 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困难 要去克服 我们想把它拍好 拍戏 拍认真 慢慢来 可是这天气在这儿 没办法 下雨下雪 我们得等 一等了就会耽误时间 大家都得好 然后他就觉得 对不起工作人员 对不起演员 我们演员也会是 我们希望拍把拍把 可是天天下雨 东西凑合来完成 这觉得是我们在这部戏的 最大的问题 对 但是 我们依然 客不过来 客不过来 对 是的 今天我们乐观天下继续为大家放送福利 只要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微博互动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电影票了 是的 这一次送给大家的电影呢 就是由藤原龙眼和伊藤英明主演的日本悬疑片 22年后的自白电影票等着大家来搜集了 是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部中美和派的动画电影 叫做白蛇缘起的电票要送给大家 这部动画电影是根据我们中国四大民间 传说白蛇传而改变而成 也希望这样的剧情能够收到大家喜欢了 是的 接下来关注一下 演艺圈的另一位艺人吴尊 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 原来他都在忙着做公益哦 一起来看一下 近日吴尊信是上海某海洋世界主办的 《小白鸡9000公里的回家之旅》 启动仪式活动 这两只小白鸡将于2019年春季启程 前往冰岛 开启一段横跨9000公里的奇妙旅程 成为世界首个白京自然保护区的 DT居民 一向十分热衷公益的吴尊 也是格外的关注这次保护动物的慈善之旅 那昨天呢 就是跟他们一起玩了一个下午 对 我觉得 哇 好舍不得他们 对 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多小时 可是会觉得说他们好像是记得 小朋友一样 对 非常聪明 然后也懂得听你的指示 你跟他这样子 他也会这样子 你跟他这样 他也会这样 他也会亲你 还能分享这个活动的主题吗 当然会啊 对啊 我已经也有叫我的工作人员 帮我拍视频 要给小朋友看 然后跟他说我来这边干嘛 然后我们在做什么 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一日一来 吴尊在子女的教育上 都是身体力行 这部的前阵子在录制某节目时 为了让儿子 Nex无心乐热爱运动 他甚至还带伤上阵打篮球 我自己是一个爸爸嘛 我也希望可以做一个好版样 给自己的小朋友看 对 因为我希望我的小朋友以后 也爱上运动 好 说呢 最近飞轮海成员们 可谓是话题不断了 连当年他们演出时的走音视频 也是频频被网友翻出 谈及这些网络上 或好或坏的评价 吴尊也是一直保持着平常心 我觉得评价通常都是有好有坏的 对 当然我觉得我们都是 不好的我们就自己去防省 好的我觉得是 大家觉得说很感谢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我不会对评价有太多的 影响我的那种心情 就尽心尽力去做我们的工作吧 对 我们 我觉得尽力最重要 保持乐观对于艺人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吴尊能够有如此良好的心态 和他的成长经历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觉得我自从我妈妈离开之后 我觉得珍惜这些东西很重要 对 当你会好好地去珍惜 现在身边的每一样东西 我觉得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你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而不开心 我现在变得非常乐观 对 那当你很乐观的时候 你也可以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也开始乐观起来 这样子就会开始幸福起来 前期无尊的影视剧作品并不是很多 除了部分综艺节目之外 就只有电视剧舞动乾坤了 不知接下来无尊 还有没有新的拍摄计划呢 我希望我可以遇到 我自己本身喜欢的一个作品 因为我现在很多时候 时间都希望可以留给家人 那假如要让我去牺牲那个时间 当然我希望是一个我喜欢的东西 对 我不想要就是因为 想要有一个拍戏的作品 就去拍了 对 所以现在可能也有跟朋友在讨论说 不然自己写剧本 对 写自己喜欢的角色 喜欢的故事 大家一起来拍一部戏这样子 目前的无尊已经在构思和创作自己的剧本 他还透露 接下来观众们有望看到 飞伦海合体演戏 是一个电影吧 对 然后是一个跟动作有关的 因为我喜欢动作戏 然后动作戏 然后它也是一个父亲家庭的那一种故事 我想找飞伦海的成员一起来 一定会 对啊 一定会问他们 对 然后也会问他们的意见 然后写一个好的戏份给大家这样子 除了合体拍戏 歌迷们对于飞伦海合体再开演唱会的呼声 也是相当之高 不知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呢 我们会去想 对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粉丝 他们很想再看见我们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再做这件事情 会去想要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们很怀念 我们之前四个人一起努力的那种 那种回忆吧 对 所以假如时间适合的话 有机会的话 搞不好我们会做这件事情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答对问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哦 上期娱乐显微镜的答案是王迅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获得玻璃海台提供的礼包一份哦 好 我们先看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人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 想快通过微博方式来告诉我们 回答证券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玻璃海台 送出礼包了 是的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就已登陆以下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海国TV客户端就可获取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同时我们不见不散了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